众所周知 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会有一定的使用期限 在这个使用期限内会慢慢的损耗 从而慢慢的变得无法使用 不错 只要这个物品一旦过了使用期限 就会慢慢失去其使用价值 有时候不得不说 你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确实让人惊讶的目瞪口呆 这不 这里就有一件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外国有一个人的家门口 一直停着一辆破车 一停就停了几十年 这个主人本来准备把这辆破车当废铁卖掉 可是他却意外得知 该车驾驶百万 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就这样一个停了几十年的破车 竟然可以驾驶百万 到底是什么 才会让这辆破车这样有价值呢 有一天 这个人怀着好奇心 去网上搜索了一下这辆车的相关信息 不搜不知道 这一搜就吓一跳 原来这辆车本来是一辆驾驶百万的跑车 而且是一款法拉利刚开始生产的超级跑车 同时这辆车是法拉利为儿子设计的 这辆车在自家门口停了几十年了 是自己的上一辈人留下来的跑车 虽然到现在已经秀气斑斑了 而且从外观上看已经和损坏的差不多了 没有什么价值了 可是整部车要是经过完整的修理的话 肯定又会是一部崭新的车 或许不能开走了 但是这辆车的收藏价值仍然不小 据说喜爱法拉利跑车的收藏家 对这辆车出价百万 希望能够获得这辆车的收藏权 虽然这部车现在已经破乱不堪了 但是它曾经辉煌过呀 即使现在没有了使用价值 仍然有很大的收藏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